最牛状怨文天祥,20岁时终进时,在即英殿仪器合成书写万子策略,被宋李宗亲自选拔为第一,成为状怨,23岁时,蒙古举兵亲宋,换官董宋臣建议迁都,朝中无人敢非议,此时文天祥站出来直言斥责,37岁时,因长期不惧权贵导致被孤立,被迫辞去官职,39岁时,援军南下恭送,长江上游告急, 此时文天祥散尽家财,招募士组,抗击援军